這次我們與Baccarat合作 我們將Baccarat的水晶藝術品引入天龍會所 Club Nice Bridge 我們會打造全港首國 以Baccarat Bar作為設計概念的廉格酒吧 這個酒吧裏面我們會提供各式各樣 Baccarat精選特選的專屬酒杯 我們一直都是在賣 這類型的物業如果接近短的樓花 接近現樓 我相信受歡迎程度會大很多 因為大單位買家都喜歡短樓花或現樓的形式 所以我們現在全力在部署 在第四季現樓的時候會推出 可否透露一下最新的銷售中 我們討厭了多少錢 我們討厭了13億 那就是27間 我們賣了 想追問一下 其實明天就財政預算案 有沒有什麼原因呢 我想大家市場都有共識 就是希望政府是切辣或者是減辣最少 因為措施 我想由當初是立這麼多不同的辣椒 就是因為市場的成果都很不同 現在當然經過疫情和現在高息時代 炒賣的活動已經不存在 那些樓市的價錢 最近這段時間也都是這年多 都提早差不多兩成多 那我相信之前那些辣椒的市民都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都希望明天 明天的財政預告 希望可以有些好消息給大家 怎麼看 插賣最稅的數字是連跌九個月 沒有的 這段時間我想是這樣 下半年市場應該會回復 會好些的 那因為呢 始終都是下半年美國應該開始減息行動 那當然現在那個frequency 我們未知道 但是市場有估計是0.75至1厘 那始終減息的影響力 對買樓是直接很多的 那我猜下半年會好 尤其是一個成交量 我今年應該是一月收應該都會多兩成 就是大部分的成交量 但是其實這麼多供應 就是大家新盤也好二收也好 是 那再往前面減息 嗯 好啊 供應的數字就是大家看得到 那因為之前那三年 COVID也好 還有其他那些 有些社會運動等等的情況 那些成交量其實一二手 都是少了 少了很多的 對上三年 但是現在可能會有些叫 catch up 追上去 未來幾年我們相信 樓市那些貨美會逐漸逐漸消化 你現在看回大部分的行家 包括自己公司開的那些 價錢 現在開的時價都非常之貼的 也都反映了一個息口 也反映了現在的經濟狀況 那只要定個價格很適合呢 我相信那些買家會馬上出來買樓的 好啊 想問一下 連累都燃樓了 有沒有說是燃樓之後 會準備燃樓示範單位去 有啊 我們跟朋友在談 我們燃樓會準備 有三至四個示範單位 那會不會可以透露 是 或者是有沒有裝修紙 我們主要都是 你知向海前面的大單位 大部分都是三房 和四房的大屋 那就向後面的內圓 那些主要是一房 還有部分的小三房 有部分會有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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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查詢的情況是怎樣 有變多了 還是 我想過了明天會比較清晰 當然在農曆年就有少許雲春 添樓也是多了少許 但是很多客人現在 我想這對常會 因為六星期在觀望之中 但是查詢是多了 尤其是在高尾 如果大家看看數字 在上半年 對上六個月 超過二千萬的成交 其實有二百多宗 也不少的 數字 加起來 成交量有超過一百五十億 這些還未計算公司成交的數字 如果計算那些 可能也要差不多一百八十 一百九十億 所以大家看到二千萬以上的 那些豪洲成交 一直在提升 天龍以外 會不會透露其他 鬼公司項目的推出 我負責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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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年會有利好坊的提升 在九龍城南角度的一個項目 在山頂路吉道 我們就計劃選擇一間超級大閘 那裏是一間雙房 還有跟搭檔合作的 在吉德柏道有三個項目 那些我們跟我們在密切相關 上次你提到 利好科目期可能是今季推 我們現在正在準備 之中 至於今季還是下個月 我們再定 第二季 第一季 第一季 我們現在正在談 三月都有機會 三至四 三至四 有機會 如果這方面的定價 會不會跟回貼士 還是打算進取一些 我們現在未去到 第一我們要看明天的財政預算案 第二看看市場環境是怎樣 一般我們都會提供附近的成交 到時候我們再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